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 首先要看到的 当然就是波声的红娃队 红娃队最近让大家关心的消息 就是张宇辰归队的日期 已经有谱了 不过我想张宇辰归队之后 他的表现怎么样 才是大家更关心的 不过今天红娃队呢 在比赛当中 在自己家里面的主场 再度碰上游记兵队 这场比赛 吉田正上的表现 还是相当精彩 这场比赛当中 他又绞出了两只安打的表现 尤其第一只安打呢 他面对过去红娃队的投手 Nethen Ivaldi的外角诉求 他打出了相反方向的安打 不过第二只安打出现在 大混战的七局下半 那个安打呢 可以说是一个内野的反弹球 而且弹跳的高度相当的高 也让吉田正上呢 最后能够跑上一类 他打完第一只安打之后 后来只有Adam Duval的高飞七分打 回到本磊得分 那么第二只安打呢 当然对于红娃队来讲呢 也大有帮助 因为红娃队呢 在整个七局下半呢 他们攻下了六分的大局 今天红娃队的中心打者 包括了二棒三棒跟四棒 三位打者加起来 总共13个打数 绞出了六只安打 四分打点的表现 可以说是红娃队 今天最后呢 能够获得比赛胜利的重要原因 红娃队在第七局的下半 攻下六分之后 这场比赛就以十比六领先到中场 最后就以十比六获胜 游基兵队呢 其实在最近的状况 并不是太好 他们已经连续输掉了 四个系列赛了 而红娃队呢 在之前被马铃鱼队 很早之后 最近红娃队的状况还不错 最近六场比赛当中 波士王红娃队拿下了 五胜一败的成绩 所以在整个美东 现在五只球队 依旧保持在 每只球队都在 五成以上的胜率 看起来依旧还是六个分区当中 哇 拼斗的火力也好 或者是整体的军备竞赛也好 最让大家关心的一个分区了 不过呢 接着下来我们要来关心 国联中区的比赛 国联中区的小熊队今天继续跟 酿酒员队来进行比赛 酿酒员队今天的先发投手呢 是Freddy Perota Perota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被小熊队的Kobe Bellinger 集出了一支两分打点的拳雷打 然后呢 来到了比赛中段呢 Yan Gomes又从JC Mejia手中 又打出一支两分炮 整个小熊队总共打出了 两支的两分打点拳雷打 看起来小熊队这场比赛 应该有机会要赢球了 可是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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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总是会有变化 因为球是圆的嘛 来到第八局下半的双方 5比5平手的情况之下 补手Victor Carotini 在这个时候呢 从Michael Fumer手中 打出了一支羊春炮 哇 这支羊春炮 对于酿酒员队来讲 实在是太受用了 因为呢 就靠这支羊春炮 酿酒员队最后呢 把这场比赛给赢到手 不过 酿酒员队 现在跟红人队之间的差距 也仅仅只有两场而已 所以两支球队之间呢 目前在战机上面 还是有个互咬的状况 我曾经说过 在国联中区呢 到最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小熊队 他们所占的位置相当重要 小熊队目前排在 国联中区的第三 那么最近两个系列赛呢 他们总共拿下了 三胜四败的成绩 一个系列赛对上红人队 一个系列赛对上酿酒员队 虽然小熊队目前的胜率 还在五成以下 不过呢 我想对于小熊队来讲 他们排在第三的位置 事实上是跟前面排名第一 跟第二的红人队 跟酿酒员队之间 战机上面还有一个拉扯 所以呢 林沐晨也 能不能够继续带领小熊队 能够有好的表现 我觉得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再来看看酿酒员队 酿酒员队最最近的 两个系列赛当中 他们拿下了四胜三败的表现 所以稍微比小熊队 来得稍微好一点 不过红人队目前 还是在国联中区占居领先的一个位置